大家好,我們是硬甲田地美少女 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台灣發電廠的位置 還有它的發電比例跟台灣電價和合理性 以及政府的非核家有合會打擊 然後我們希望在2025之前達到再生能源20% 藍莓30% 天然氣50% 集合能肺質的變質 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問題第一點 薄薄發電廠的位置 大部分的發電廠都會分布在西谷 因為人口也比較多 第二個問題 我國發電廠的種類及比例 從這張圖可以看到109%的發售電量比例 其中最多的是燃氣有40.8% 那提升到50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第二部分是燃煤有36.4% 那燃煤政府的目標是降到30% 第三部分是核能 16.7% 那政府的目標是降到0% 達到非核家人的願景 第四點是5.8% 政府希望可以達到20% 提高再生能源的強量 第五多的是燃煤有1.3% 這是5月4號當天的即時發電資訊 再生能源的話包括水力風力跟太陽冷 這些可能要看季節的變化可能會有提升或降低的可能 那核能跟火力的話不會因為季節而影響 再來我們看第三點問題 我國發電廠是空氣軟的主角嗎 從這張圖可以看出108年度電力排碳係數的比較 從這邊可以看出108年之一度電的排碳量為0.509公斤 往前看94年的資料一度電的排碳量為0.555公斤 有持續再下降的趨勢 這張圖是109年火力發電溫室氣體的排碳量圖 首先最多的是燃煤高達了64% 第二度是燃氣有33.3% 最少的是燃油有2.6% 其中燃油的成本比較高機器也比較老舊 政府可能會因此而希望把燃油替換掉 從這張圖可以看出火力發電廠中空氣排碳量 有逐漸再減少的趨勢 而從這張圓柄圖可以看出在2018年時工業的排碳量有49% 將近一半 那燃圓的排碳量是14% 從這張圖可以看出工業產是主要空氣污染的主要 第四點問題是我國的電價合理嗎? 從這張圖2019各國平均電價比較圖可以看出 臺灣電價跟其他國比起來算是便宜了 在住宅用電上面的話 臺灣排行第四 工業用電的話臺灣也是排行第四 那其中除了 除了墨西哥大陸跟馬來西亞 其他國家都是住宅用比工業用還要貴 但其中也包括臺灣 政府菲和家園的願景是我們達成了 根據這張裝置容量表 我們發現2020年 藍煤占比達29.5% 以達到2025年下降到30的標準 而燃氣佔35.8% 以50%還有14.2%的距離 而我們希望藍煤占還能下降到0% 讓燃氣還有再生能源上升 從這張圖可以看到 下面就是我們在這幾年會新增的燃氣產 而上面這裡是在 是我們這幾年會處意的 有何的燃煤 燃油以及一些舊的燃氣體組 imo中國